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首先要跟大家解釋一下 如果大家看到這個題目 跟原本玉琦來這個房間的題目不太一樣的話 就是要包容一下 因為我是前天晚上才知道 就是 這邊還有議程缺 然後我就想說那可不可以報名 然後分享一下我最近開發上的經驗 那如果大家就是 我沒想到人這麼多 所以如果大家是想要聽原本的 或是有其他的話 可以那個 就是還可以有時間 開始 不然我就要開始講 就是分享我的這個過程喔 好 真的沒有啊 倒數3 2 1 那我開始講我的囉 好 那大家好我是天旺 那 這是我今天要報告的Agenda 我會自我介紹一下 那接下來介紹一下 什麼是大泥球返模式 然後再來是分享一下案例 然後最後是Q&A時間 那就是自我介紹一下 就是我目前在雲端生活家服務 然後就是我們公司是做Post系統 它的 就是說市面上有一些做Post系統 比如說像iShift那種公司 新創公司 然後 然後那我之前有在做機器人的那個 那 在最早的時候我是做物聯網相關的 那我一直以來都是寫Android App 那我有一些其他經歷就是 主要 最常去的社群活動是Android Developer開發讀書會 那 也會當志工 然後也有參加一些 社群活動 那我有去 就是有以前的老師 然後找我做他們的技術顧問 OK 那 首先要解釋一下 就是大泥球返模式 那可能就會有三個問題 第一個是什麼叫做大泥球返模式 那為什麼會有大泥球返模式的出現 還有是發現了這顆大泥球以後 應該怎麼處理 其實我一開始是不知道什麼是大泥球返模式的 因為我是在工作的過程中 就是你會發現說 為什麼我永遠 就是這個城市到底是怎麼回事 或者我現在在工作的情況下 它到底是怎麼回事以後 你開始去思考說 是不是在學術上 或是在以前的開發經驗中 其實早就已經遇到這種情況 那它是不是有一個學術名詞 那我剛好就是在繁忙工作下的時候 就是去翻技術文章 突然發現 原來有一個叫AntiPattern 就是 其實在開發的設計模式裡面 早就有這樣的名詞了 那它的危機也有解釋 就是 你可以想像它就是一顆很大的泥球 它沒有清晰的結構的系統 它常常會有一些特徵 什麼特徵 譬如說高偶核 高偶核性的意思是說 你寫一段程式 這個程式可能會 你改了一下這一行程式 以後導致整個程式 相關的地方全部都要修改 或者它甚至就直接導致 這個程式直接crash 那它也會有不強健的情況 那對岸的用語叫做玻璃心 就是它們的核心的那一層 是很不強健的 因為就像我剛剛講的 你改一改以後它就壞了 那你也不太清楚說 這個變數到底影響到 整個系統的哪些層面 那在這個情況下 它就會衍生出一個問題 就是它不容易修改 因為不管你在上面加什麼樣的feature 或是你修什麼bug的時候 你都很容易造成這個系統的crash掉 那如果這個系統它 它一開始就是一個crash的系統 或者它就是一個不完整的系統 這也就算了 最糟糕的事情 我覺得是這個系統正在上線 那所有的feature 或是所有的bug 都有時間限制 它都希望你盡快的修改 那這時候大泥球就會變成一個 很可怕的一個過程 那它還會有一些情況 譬如說你可能去問 以前的開發人員 或者說問你的這個專案的manager 你會說這個專案有沒有所謂的文件 或是一些技術文件的參考 沒有 他就說我們只有程式 因為我覺得這個是 在我在開發這個專案經歷的時候 去思考的 就是說我們RD 或是說像我們在開發一個產品的時候 我們到底要不要寫文件 因為如果你今天制約有線的時候 我們當然就說 那你就RD先把功能 先快點把它做出來 那我們之後再來補文件 但是往往在開發的流程中 搞不好你這個系統一開發完 那個RD就提離職就離開了 那也就因此 這個系統就不會再有文件 或者說你在開發的過程中發現說 RD寫一寫寫一寫半年後 你再叫它回來生 他當初寫的這一坨code的文件 他也會覺得 嗯 這是什麼東西 所以這都會造成大明求反模式 那最後還有一個情況就是 他根本就沒有架構 那沒有架構這件事情 我覺得在Android的開發裡面 非常容易出現 就是我就講說 就是像我後來找一些人來幫忙 就是改善這一個架構 他說這是一團義大利麵啊 就是你可以想像這一坨 這一個城市馬裡面 它有很多feature 就很像義大利麵一樣 到處凸出來 欸 可是這一個城市它可以walk 那為什麼會有這個大尼球反模式的發生呢 就是像我剛剛講 也許它會有沒有規劃啊 沒有時間啊 沒有架構 或是沒有經驗 或者甚至有可能 之前的工程師他心有不滿 就像那個網路上有一個 艾倫是一個好工程師 他很認真的寫城市 寫完他離職以後 公司為了要解決他的問題 就找來了三個工程師 來修他的bug 所以他創造了很多的工作機會 所以艾倫很棒 謝謝 謝謝艾倫 就是我們之前的社群 常常都開玩笑說 哇 我們應該要努力的成為這種工程師 因為這個工程師 為社會帶來很多就業機會 那但是這樣子的推廣 到底是一件好事嗎 就是 就是我在接手這個大泥球的時候 就是反正寫的過程中就會思考 就是我如果今天發現了大泥球以後 我應該要怎麼反應 第一個是快逃啊 讓我發現 確定了這個城市以後 哇這一坨城市 我到底要不要花心力下去呢 還是我乾脆跟他共生好了 就是反正這個城市也很難修改 所以我可以花很多的時間去慢慢修改 那跟主管報告以後 他也知道這東西很難改 那你們就維持這樣的過程 還是你要去面對它 就是挑戰它 就是說 好 我們跟這一坨泥球去改善 在這個過程中 有沒有辦法把它修正得更好 那 我就按例分享一下 其實就是我現在正在做的東西 這是我目前的 我看看會不會往 我等一下喔 這是我目前公司的產品 其實我蠻喜歡這個產品的 那這產品可以看到就是右下角這一個 它叫做MiniPost 那 它是一個開發 就是一個Post系統 那它可以 你可以看到它下面會有一個Dungle 那它是可以拿起來 所以公司當時的設定是 它拿起來就可以結帳 那放下去以後就可以BEO卡 或者B信用卡 或相關的這些電子 就是多元金流的元件 那 它也通過了法務上的認證 那 如果以多元金流它的對手 或以公司目前市面上比較常看到的 可能是Waken 或是所謂的 藤雲 藤雲棒 那 它也是做簡單的電子發票 那 這種程式 為什麼它可以 這麼複雜的原因 是因為 第一個 它雖然說是用Android系統寫的 那 它也是Android App 可是 一般的App不會寫到 就是說 像當初這個程式 它需要 它有三個螢幕 它有兩個螢幕 那所以當初 開發的人員 它就寫了三個App 一個Launch App 去蓋掉系統的底層 那 上面放兩個App 一個是讓使用者操作的 那 另外一個是讓使用者看的 然後 那 所以他們的資料 就會在這三個App之間流轉 那 所以當初 撰寫的人 他一開始寫的時候 他一定是想說 那我就要把MVC架構寫好 所以他當初的設想 就是我們在開發 在看程式碼的過程中 就請願讓我不會把 今天 如果真的把整個程式都拿出來 是有一些機密考量 那我在這邊不會太 針對技術上面去做琢磨 而是面對這件事情的時候 你要怎麼樣子去 有效的解決 或者我在這個過程中 得到一些經驗去分享 就是他當初拿這個程式碼的時候 這個程式 第一個是他有軟硬體的問題要處理 然後第二個是他會有多元金流 就是他今天有一些交易上面 那你就要考慮一些資安的情況 那如果是這樣的情況下 他這個程式碼 還導入了很多的第三方的Library 比如說他整份程式碼 包括Activity 他都把它包成Observable去傳遞 因為他希望說MVC架構裡面 就是上面兩個App crash的時候 我的Launcher程還可以繼續執行 可是當他的程式碼都這樣包起來 然後還有一些用了Button knife 然後有些地方 當初他有一點像是練功型態的 去實作一些介面 那你就會發現這個程式碼到處都是不一樣的 那如果今天我們甚至是開發一個產品 我們會這樣子不嚴謹的去開發他 那這樣子就要回到一開始 譬如說公司他們在做這種程式的時候 我相信公司都是有他的考量 譬如說當初他投資員在這個App上 他應該是想說Android App就是一個很簡單的App 應該只要養一個Android的RD 那他就短時間內把這些東西寫一寫 那就可以上線了 那最好就是最短的時間內 快點做出一個POC 拿去市場上試賣 那但是當那個RD 他在沒有規劃的情況下 或沒有任何人可以告訴他 他到底要做什麼情況 他就用最快的方式做完以後 那他可能就離職了 那他也 譬如說他也 你系統裡面也有所謂的MVP架構 可是他可能從一開始的時候有這一個Class 可是你後來發現他的程式碼 他在譬如說每一個Button按下去 他整個畫面就重畫一次 因為他可能會RXJava去跑到DB層裡面 去撈資料出來以後 然後再把整個畫面全部畫過一遍 這樣講很抽象 因為我當初在看這份程式碼的時候 我也覺得哇好抽象 所以我還是有寫就是譬如說 譬如說他到底有多嚴重 這是他的一個Printer 就是我們要把電子發表印出來 那我就發現電子發表裡面 他有一段程式嘛 就長這個樣子 就是他 他為了要讓他好像可以是印收據 可不可以印收據 或是可不可以 他是屬於哪一間公司的 或他是不是要開電子的票券 或者他是不是用信用卡的 然後還有反向的這種 然後下面再列出這一個印表機的 很像咒語的東西 然後最後再把它加起來以後 那這一坨程式碼 就是我那時候跟以前的一些群的人就說 哇這一個程式碼總共一個class 然後他有800多行 那這樣的程式碼800多行後 他可以印出完整的電子發票 而且不管是怎麼樣的情況下 譬如說收據 他的收據的每一個欄位都還是對的 那所以你這時候你一改他的時候 他的欄位就跑掉了 他就 他就跑版 然後你也不知道為什麼 那所以在這個情況下 你要花多少時間去 重新的確認每一個程式 到底在做什麼事情 那這要花多久 你的主管會給你時間嗎 他會說 這個發票的程式碼早就寫好啦 那我們今天只是調一下 就是這個地方再加一行 譬如說加個悠遊卡 或加個iPad上去 應該就只是一個if else的東西吧 雖然我不會寫程式 你聽到的時候你就很想做 就是 然後 好像也沒錯 譬如說我們在後面再加一個if else就好了 那就回到就是說 我們到底看到這樣的程式的時候 我們要跟它共生 還是我們要想辦法 就是務實或慢慢去改善它 那你的主管 或是說你們的 不管是管營運的人員 他們能不能理解這件事情 這我覺得是在寫這個程式中最大的挑戰 那或者它有另外一個頁面 這個東西就 這個頁面的這個function 就是你在按下的畫面上面 就是 比如說 一個鍵盤的時候 按下去的時候它就會跑這一些程式碼 就是它就會開始去資料庫撈 然後撈了以後 那出來以後再把整個頁面的東西全部都 就是observable 然後包起來 接下來就開始更新每一個欄位 然後再把每一個欄位 用if else的情況下把它 它現在是什麼狀態了 然後就開始加加加 然後把對應的位置 把對應的欄位填進去 這份投影片我會把它 就是 這個地方我覺得相對來講沒有那麼機密 就是純粹技術上的分享 所以我會把 結束後我會把它放到網路上 就如果大家有興趣可以去看的話 就可以再自己細細品嘗 就是當我 比如說一個 就是他們會說 我們請了一個資深工程師來 那我期望你兩週內 或是一開始進來 就快點在兩週內的時候產生產值 那你在看這堆code的時候 會有那個 就是會有很多的遐想 那個遐想的空間會很好玩 就是 那我就感覺我很像一顆那個 在推 堆糞蟲 就是 哇我接到一個大泥球了 那時辰在走 劈絕在走 那 我這個泥球要推到什麼時候 而且這產品最好玩的地方就是 我想一想 為什麼當 就是我那時候就想 我到底當初來這一個 就是這時候回到一開始的時候 就說你到底是為了什麼來 來接這份工作的 我那時候的想法也很單純 因為我覺得這一個產品很好玩 那 他經歷過了兩三手的外包 那他要上市了 他在兩個月內要上市 那我就想說 這種很有挑戰性工作 其實我是覺得蠻有趣的 就是說 究竟我進來以後 也許我今天進來以後 一年後 也許我離開了 這個公司搞不好也沒有改變 或是這個產品 或是這個程式碼也沒有改變 那會不會說我在這個過程中 會不會我有沒有辦法 我可以改善自己到什麼程度 我可以改善這個產品到什麼程度 我可以讓它上線做到什麼程度 改善到什麼程度 是我當初選擇這份工作的原因 所以我才一來就想 好那我就進來 然後 所以那時候人家問我說 這個地方這麼 大家都說這個地方很差 那你為什麼要進來 那另外一方面 是我覺得這個產品 它還是有它的好處 剛剛講它整合多元票證 其實它的目標 它的目標就是取代現有的收銀機 我們今天在百貨公司上面的時候 我們看到那個收銀機 每一個都有一堆的卡機 那每一個卡機都是單一卡機 因為他們銀行之間 銀行跟銀行之間 是有一些競爭關係 他們不太容易讓別的銀行 去整合自己的信用卡機 或者什麼YOLO卡 什麼多元票證的卡機 那這個產品當初出來的時候 它一開始就是打多元 就是要整合這些 它希望最後這一個就一台 就是你們現在 譬如不管你們去一些燒烤的店家 或是你們吃飯的時候 你會看到那個店 你是哪一家銀行信用卡的 它就拿出對應的卡機 給你簽 可是這台的目的是 希望把那些東西 全部整合成一台 那最後大家就是統一用 在這一台上逼就好 但是它最後會不會有可能被手機支付 就完全取代 譬如現在所謂的LiPay或Avopay取代 這件事情我覺得可以討論 但我覺得這不是我們今天的重點 但我當初覺得這個產品 它是很好玩 而且它有軟硬整合 就是寫Android App的時候 寫久了以後 開始覺得 就我以前的工作都是物聯網相關的 那它跟硬體有一些接觸 或者說跟韌體會有一些溝通的時候 會覺得這種工作的 有趣性質 雖然也很辛苦 但是會比較有趣 那我後來接手這個時候的時程 一進來的時候 PM就說 這個很簡單 你先幫我把barcode打通 QRcode打通 然後我才發現 原來以前寫程式的人超怪的 比如他們以前都用Wi-Fi 去connect那一台機器 然後我說 那為什麼不接個LAN 或是我跟MIS溝通 去詢問去找到問題 以後發現說 原來我們可以接一個HUB 然後直接跟那一台機器接起來後 我就可以燒Call 那這樣View一次Call 時間就從原本 他們原本的寫程式 可能View一次Call 要10分鐘15分鐘 因為網路不穩 或是說Wi-Fi的connect不穩 那就可以疊代速度 就提升到30秒左右 然後我說哇 你這個可以拿去當那個 可是我說 可是這個是 我不知道就是說 是不是所有工程師都會這樣 或是我當下看到 有一些新手的工程師 就是 你們在面 就是他們面對這個環境的時候 他不會去思考說 欸我怎麼樣 只讓我的寫程式的速度變快 或是我覺得這件事情很荒謬 我要把它改善 那這個過程中其實 譬如說他們也會跟你講說 你這個東西沒有辦法改善的 就是大家都是以前都試過的 那我也是一個一個問 你就問PM 然後再來問MS 然後再來問說 我可不可以去申請一些設備來 然後把它試上去 然後才把它解決 那這段時間內 譬如說你的時程還在走 所以你做這些事情都是多的 因為當下他還是希望你說 把一些相關的東西做完 那我接這個Tim的時候 他有一個麻煩的地方是 當我進去的時候 我是裡面相對資深的人 因為其他的 當初公司的時候 我說過他是經過了兩三手的外包 那第三次的時候 他們發現外包的情況 不是很理想 其實有時候也要站在公司的立場去想 假設你今天你是公司的老闆 我覺得我們寫程式的人 有時候好像不太能夠理解 老闆的面對這種程式的人的工程 我舉個例 就是大家都是資訊相關的 我舉例 假設今天你們要開始去蓋房子 你們要自己去蓋房子 你們要怎麼樣找到這個 信得過的建設 建築師 而且要便宜的 如果你今天花了很多錢 20萬請了一個建築師 他幫你規劃一個房子 然後蓋了兩年後 蓋出來的房子有問題 你會怎麼樣 你懂老闆在面對程式工程師的時候 因為老闆今天如果他們是沒有技術底 或他們已經很久 或他們原本是硬體出身 他對軟體這個世界 隔行入隔商 他們其實是很難分辨 你到底是屬於有品質的工程師 或是沒有品質的工程師 他只能從一些外部去相信你可以 這可能也可以解釋 為什麼後來慢慢大家找工作 都是靠人脈介紹 而不是靠104上面 你列舉說你做了哪些事情 他們就相信你有這個能力 那 好回來 為什麼我要講這個 是因為他後來他覺得 我找外包 找了兩三個外包 做出來的程式也沒有比較好 產品也沒有比較好 我乾脆自己養人 所以他原本的那一包 RX Java 然後Retrofit 然後就是button knife 然後的大雜匯 他就拿來給三個junior 畢業後不到一年的工程師 開始寫這個call 繼續寫 然後還寫了一段時間 然後直到我進來的時候 我就想 哇你可以想像這個產品 它已經到了一個 很很很很很很 不知道怎麼說的地步 而且你進去後 你也不能隨便的就說 好從今天開始 你就不要再寫call了 因為你寫的call 雖然你增加了feature 但是你 你只會讓我 因為未來的工作 越來越辛苦 你必須要有一段的時間 去迭代 讓他們理解 他們目前寫的程式碼 是不對的 或者說讓QA去介入 去了解 為什麼他會寫出 這樣的程式碼 你才可以幫助這個產品 或這個團隊 慢慢導正到正常的情況 所以我那時候 一進去的時候 第一件事情就是 跟PM講說 你不要再接任何的新的需求了 因為這一個專案實在太誇張 你從今天開始就是修bug 我們把所有的bug 你請QA全部Q一次以後 我們一項一項來看 哪些bug是可以處理的 哪些東西是可以處理的 然後讓Junior在這個過程中去理解 他這樣寫 或是他有沒有去收斂的 他目前寫的程式所引發的那些 那個side effect 那個side effect 那花了兩個月的時間 最後我們先整合 整合好了一個相對穩定的版本 因為如果今天是 不是架構衍生出來的問題 我們這些bug絕對都可以修完 那如果是架構本身 就像我剛剛講的 他們在傳遞的過程中 因為一開始規劃就不對 所以他們 或是他們的資料結構就不對 他們有一些問題是 從本質上就沒有辦法解決的 我舉個例 我們是pose的機器 那其實這問題快解決了 反正現在架構在修正 所以我講這個應該還好 就是他們在折扣的地方 算到比較精密的地方的時候 就會開始錯誤 為什麼會有這種情況發生 因為折扣其實有分 以pose來講 就是你們在開發 寫這種pose說 折扣是一件相對來講 越想越複雜的事情 譬如說 這個商品是屬於免稅的 還是未稅的 還是他是多少稅率的 那他會不會有對應的欄位 就是說他要去知道 他目前這個商品 是屬於哪一種類型 還要看這個公司 本身的營運的情況 那一個購買清單裡面 是整個單來看折扣 還是個別單項來看折扣 那如果這個情況下 這個折扣的情況下 在我剛剛說的 就是他每次按一下 一個button的時候 他就會整個從load整個畫面 然後把每一個品項 從原價從db裡面 再把它撈出來 那也就是你剛剛打的折扣 最後印出來的時候 會不見 就是你畫面上顯示 因為我這個地方折扣是對的 可是為什麼印出來的發票上面 這個價格又跑掉了 或是計算方式 根本就完全不一樣 因為對於這個架構來講 他在每一次按下去的時候 他都要重新計算這個折扣 還要去考量剛剛說的那些情況 那他就會 你不定時的 你不知道他在什麼情況下 他重新又計算了一次 或是他重新又撈了一次全部的BB 那這個時候你只能說 這種問題 你再讓他繼續修正 就很像他們 就是我們往常說 你明明看到有一個傷口 然後你沒有去把它 你沒有把它Lude Cost的解決掉 你只是在上面貼個OK棒 假裝它不存在 而且你越貼這個洞 會越來越大 越來越難解決 所以當下我就說 這種特別嚴重的issue 全部都是pending的狀態 就是說直到我們有資源 我們就現有的情況下 收斂的這些相對 或是簡單折扣 我們就讓業務去走 先出去一個版本拿出去 但是這段時間內 因為業務有業務的業績目標 他們在衝這個商品量 他們還是有他們的 其實站在我的立場 我會希望這個產品 乾脆就整個stop 不要再出去了 可是公司在營運的時候 他們有一些營運的方向跟目標 所以你還是要配合業務去出 相對來講 就是功能沒有那麼完善 但是可以先上去走的產品 那這個中間的平衡 就是你要花很多的時間在溝通 雖然我說我上面寫這些功能 我覺得我相對來講 我以前寫程式的時候很單純 就是有需求來 有文件來 有規格來以後 我開始想這程式怎麼寫 然後把它寫出來 那來這份工作以後 我除了跟寫程式的這個loading以外 我還要不斷的跟PM溝通 或是跟其他的廠商溝通 或是說跟業務溝通 說我們的這個產品的 目前的情況是什麼 花了很多的時間 是在處理人的問題 因為我們的產品不好 所以業務也賣不好 業務賣不好的時候 他就會覺得很不爽 那業績不好的時候 他必須要告訴老闆這個情況 就是說是因為我們產品不夠好 那你必須要解釋說 你要給他更多的信心說 你會花時間把這個東西改善 但是現況下必須他們繼續幫忙 去推這個東西 那這都是難的 然後再來事情是 我會遇到一些設備商的問題 因為我說過這個產品 它是一個第一代產品 所以它會有不穩定問題 可能他在開發的設備商 我可能不能講那個設備商的名字 但是如果大家有機會 就是他們在出 你可以想像硬體韌體商 他在做這種total solution的時候 就是我剛剛說的那個整機的硬體韌體的時候 他們也是有他們的困擾的 譬如說他們當初在趕著把這東西做出來的時候 他可能有很多地方是沒有辦法 那個問題是沒有辦法收斂 或是沒辦法解決的 譬如說觸碰螢幕會爆點 按的時候你可能按右下角 結果他在左上角亂飄 好我就很明顯的發現 這絕對不是軟體問題 但是你必須要配合他們去 重現這個問題 他們才願意承認這個問題是個問題 必須解決 或者說你會發現說 我在傳資料到網路 譬如說我們做SSL加密的時候 摳到底層去的時候 它在底層掛掉了 也就是說我這個平板不可以做SSL的加密 然後這個東西你要怎麼附現給設備商看 而且我們在開發的過程中 我們因為有串金流 所以我們要用譬如說Yoyo卡 或者說一卡通的Library 那他們Library只有管軟體的層面 那我就會發現一個情況 我call了Yoyo卡的交易以後 結果這個訊號在底層的SSL層加密失敗 所以這個交易就fail了 那Yoyo卡會說 這不是我的問題 我的程式在別的設備商上面 都不會有這個情況 只有你們家的有 你們要去找你們的設備商 那設備商就會回顧我一個說法說 嗯 你這樣講這個問題太 太籠統了 有沒有所謂的 你可不可以給我一些Sample code 去附現這個問題 哇難了 我要去 憑空的去抓 我講最後發現是SSL 我當初的時候只知道 按交易以後他就會失敗 我怎麼會知道說是 某個底層的地方沒有出現 我必須要去跟Yoyo卡 請他們就是說 可不可以告訴我說 你們的程式是怎麼寫這一段的 或者你們可不可以把那一段程式碼給我 可是如果你這時候站在那些Yoyo卡公司的立場 它是金流的供應商 他們其實不能隨便給程式碼 因為他們有他們的商業 或是說資安的考量 這種程式碼是不能公開的 他只能跟你講說 他們大概是怎麼做這個扣款的 可是 允許我說了 我怎麼知道他是怎麼寫這程式的 可是他最後就是不行 那你要解決這問題之後 你必須要用 可能很柔軟的身段 或者說你必須要找一些 可以跟他們溝通的 可愛的工程師 讓他們去幫忙去解決這些問題 那 這個過程都是一種學習 就是說 像我後來慢慢覺得解決這些問題 它牽扯到太多的團隊 那不是只有Yoyo卡的Library 甚至有時候他們的後台會有問題 或者我們家的後台會有問題 那這個過程中 就是你最後會發現解決這問題的 就是 這解決問題以後 不是自己一個人的努力 是靠很多大哥大姐 或者是相關的人員 一起配合把這個功能做完的 那 當時候就是這種問題 他在這個公司 當初在串這個Yoyo卡 在打通這個功能的時候 他走了一年多 就是這種奇怪的問題 他們一直沒辦法收斂 也沒辦法解決 那我後來接手後 就是才慢慢的去釐清 然後要花時間去解釋 然後後來才 就是也算是 反正就是大家幫忙下 就是一兩個月內把這些問題都打通 然後把Yoyo卡串完 那這個過程中 你會學習到很多 我覺得是程式以外的事情 那 你可能會接觸到很多 你原本不會碰到 技術這麼奇怪的地方 譬如說 手機其實 其實像我昨天晚上 前幾天就在解一個問題 就是說我手機下載那個黑名單檔案 下載不下來 可是這個黑名單檔案 他放在Java上可以下載下來 他放在 然後 可是我的 可是就是我的手機不行 那我的這台機器也不行 我用iPhone也不行 他看起來很像 就是這一個server的問題 最後我還發現 哦 原來server的domain name 不可以用底線 然後好像是一個 就是問一下 這是一個很古老的 就是因為 現在的 現代的程式 已經可以處理這種問題了 所以我用 Chrome可以把它下載下來 可是我用手機不行 那你就要繞了很多圈以後 你要確定是不是server壞掉 是不是什麼 你才能解決這個問題 那這個過程中 你就要大家願意配合 然後願意幫忙你去解決 那你在開發這個過程中 你可能會 你要怎麼整合這樣的團隊 譬如說 像我剛進去的時候 公司 他們也沒有GIT 那這些員工 這些團隊的成員們 他們也會很迷惘說 我是不是來錯公司 這是什麼奇怪的公司 你必須要說服他說 沒有這個公司 就是 他是很努力在做這些事情 他只是沒有經驗 或者他們沒有人 去 有時間去處理這些事情 你必須讓他們 對於這個公司 持續有相信力 那再來的事情是 這個專案有沒有 確實的可以幫助這些 團隊的成員 而我不可否認 就是我在工作過程中 我會發現 因為有些新人 他如果 原本的基礎 不夠好的情況下 他在學Android的時候 就直接開始寫 RxJava的程式 這個的gap太大了 我沒有辦法 就是說 所以到最後主管就問我說 那這個成員 如果你也不讓他寫程式 你要讓他學習 他要學多久 他才可以開始寫這份程式 就是你只能 據時以報 就說可能他需要 花半年的時間去訓練 或者是花一年的時間 他才可以 開始去對這個專案產生 就是幫助 那這時候主管可能就覺得 那是不是他要暫時去調理 不要再寫Android了 先去做別的 比如說App相關的程式 或者說去做FAE的工作 先調理這個團隊 因為團隊的可能還 就是公司 比如說對於Android的資源 人力的resource 還是會有限度的 所以那可能會調理的過程中 可能團員就覺得 不要他還是只想寫Android 那這種時候就是 可能就是公司 必須跟他講說 比如說是要資遣他 還是要把他理直 那你做這種決定的時候 可能我第一次做這件事情 我不知道就是 就是我會覺得說 是不是我不夠好 就是去說 可能會跟他講說 如果你真的離職了 那你如果新公司 你把那個 就是如果你有問題 或要問我話 你可以 我會可以跟你解釋說 不是你的能力 或是態度的問題 而是這個專案的要求實在太高 以現階段來講 所以沒有辦法 就是我也可以幫你 promote 那這個專案 到底是不是幫助這個原因 還是你要把他的工作 全部cover下來 譬如說我PM說 可以如果你覺得這個人 你想要培養他 那接下來他寫的程式 你就不可以說他寫的不好 你要連他的進度一起去扛 因為對於公司來講 多一個人是不是這個月 就可以多一個feature 雖然這件事情 是不是可以討論的 也是後來才慢慢去溝通協調 說有時候功能不是你說 這個時間就一定會長出來 但這都需要花很多的時間去解釋 然後再來是時程的分配 我們知道現有的架構 它在線上一直在走 我們也知道這個大泥球 它的問題出現 那必須要重構 那你要投多少資源 你要跟PM解釋 或是你要跟老闆解釋 你甚至要把所有這個程式 會發生的相關議題 全部列出來 我們那時候列出來了48個 後來一直增加 這個議題我是把它簡略的劃約成 就是說一個可能跟我差不多的工程師 必須花一個月到兩個月的時間 去解決這個議題 那這樣的議題有48個 那請公司再增加能力 或者減少需求 不然的話這個產品 他就沒辦法有效的去改善它 那公司這時候他才會同意說 好他看到了這些問題 因為不管是我的皮革也會 告訴我說你們都說程式有問題 那到底是哪裡有問題 而且你可以想像他不是專業 他不是寫程式 他其實不懂你講的這些問題 到底會影響哪些事情 你必須把這些影響的side event 就是相關會產生的問題 你都要表列出來 他才會去認同 原來這個問題這麼嚴重 那他才可以去拿這些問題 去跟上面要人 那這個過程中你們是屬於 有點像是相抗 但是又是一起合作的過程 這也是我學習的就是 以前可能只會靠邀主管很笨 或是靠邀主管很怎麼樣 可是有時候你必須幫助他 就是你在幫你的主管的過程中 你也在幫你自己 就是你幫他整理這些問題 因為其實對於程式來講 我相信寫程式寫到最後 尤其是你單純都是做一個 純粹的技術人員 你對這個技術來講 可能這個公司這個產品 只有你最清楚這個產品的情況 那你怎麼樣子有效的把這個產品的情況 發生問題 需要的時間 需要的資源 透過書信或是透過溝通的方式 讓你的管理層或是上面的人知道 這是一個學習 再來事情是 重構的時候你必須要注意哪些事情 像我的經驗是我發現說 這個舊架架他要一直走 可是我這時候也不可能 對他做怎麼樣的修正 那我可能就是說 出去的版本之前 我就一定要請QA全部的Q過 出去之前告訴外面的業務說 這個產品出去會有哪些問題 那些功能暫時不要用 或用到的時候就是 請他們特別注意這些情況 那新架構的時候 什麼時候可以走 什麼時候可以導入 這個東西要看 就是你要必須要跟上 譬如說跟執行等 也許最後我做完這個專案 這個產品一上線 哇賣不好收掉了 那這時候你說 你替公司說 不管我就是要把這個產品做好 快點給我進十幾個 Android工程師 那好像也不太實際 而且進人的過程中 是不是說你一次 拉十幾個工程師進來 就會對專案有幫助 也不一定 搞不好一進來後大家又開始 對於這個產品有不同的想像 又在打架 那這些東西你要怎麼去衡量 然後你還要就是有點像 告訴其他的團隊 或其他的不同的組 告訴他們說你們的情況 大概是這樣 那請他們幾樣 總之現況 現況是後來我就跟老闆解釋 然後我們拿到人力resource 老闆說好那這樣子就是短期內 如果這些問題看 是不是找外包來 先把這些問題解決 或是來重構架構 那長期來看你還是要進人 你可能需要多少人 你必須要畫那個資源圖出來 然後跟他解釋 那管理外包也是 就是一門學問 譬如說我可能學習到 如果你今天跟外包講究的很詳細 很細緻 你包括這個程式必須怎麼寫 你都討論得很清楚 你的文件上面就會做很多的paperwork 或者你相信這個人的能力 因為你們之前曾經合作過 所以你今天是有點像是 將這個程式委派給他 就說你幫我整合好 我知道這個程式Pose 像我剛剛講的那個 按下去按鈕那個地方 會影響到整個牽連 所以你把那個地方 MVP架構拆出來 你至少把view的地方 view層拆出來 model層拆出來 那control的地方 跟server溝通這塊不要動 是不是有一個人專門做這樣的工作 那另外一個人專門做的事情是 這個產品他要上線了 他是不是要做一些這個產品 相對應的TMS 比如說terminal manager system 就是端末設備管理系統 他有哪些東西要查上去 比如說fabric 或者說一些追蹤使用者的 使用的情況 幫助你後續在做debug的時候 可以方便的 你是要找這樣的人進來 你要把他們的工作分開來以後 確定好這些架構成以後 你再包出去 那最後你是屬於信任型的去交付他 讓他可以做得比你好 因為你本來就應該要找 比你更擅長這邊的人去做這件事情 那你既然找到專業 你當然要相信他 那當然溝通 譬如說你還是要搞得清楚 他寫程式法在幹嘛 不然的話你可能就是 最後他寫出來程式你也看不懂 那可能又是另外一個災難 那怎麼樣互信這件事情 也是在偽拍外包的一個過程的學習 那你在找人的時候 我就覺得我這段時間有點像HR 就是我還要去看說 有沒有Android的人 他們願不願意來這公司一起努力 因為這產品其實 它也不是這麼賺錢的產品 那公司一定會有預算的考量 那你可不可以就是說跟人家講說 你可不可以誠實的跟人家講說 我這地方超坑的喔 你不要來 不是 我這地方超坑的喔 那你願不願意一起努力 或是你要怎麼樣找到 他是對產品有熱情的人 因為其實很多工作者 我在面試過程中我也發現說 有些面試者他們就是 找工作是真的是為了工作 但如果你今天要做產品的時候 你要找這樣的人進來嗎 就是他如果今天是除了工作以外的事情 他都不想管 那就像我剛剛說 他如果發現了BUG 或發現這個架構上有問題可以改善 這可能是一個篩選能的學習 那另外一個也是說是屬於工程師 就是我們到底要成為怎樣工程師 你要屬於你會主動發掘問題 解決問題提出問題 還是說你就是組織沒有叫你做 或是因為管理者不懂這些東西 所以你就不做 因為這樣你就可以爽爽的 領這樣的薪水 這都是取決於就是說 你最後希望這個組織成為怎樣 或是說有時候是緣分 那譬如說我也找到 最後我找到一個準備進來的員工 那他在過程中他就會問比較詳細 就是他會問說公司的福利狀況怎麼樣 那公司可能就會管理層 有時候會覺得你問那麼多幹嘛 你如果害怕你就不要來 那你也必須要平衡這個中間的那個 平衡這個中間就是說 這是屬於他的權利 你應該要讓他知道 那我知道公司一定會給 但是有時候有些事情就是這些環節如果做好 其實這種摩擦都不會出現 那也許也是因為這些摩擦 才會讓這個產品變成現代的情況 然後還有事情是我也會擔心 比如說外包他們在做程式 你把這些程式交付給他 因為你替公司做出這樣promise 我可能一個月幫公司除了我薪水外 多花了外包的錢 那這些錢最後公司一定會問說 你這樣真的有達到你一開始的預期嗎 就是對於老闆這樣他當然希望我投入的資金 資源是超越他投入的那個價值的 那你會擔心說產品上市以後 會不會有出現其他問題你必須要去做 然後還有就是反思就是 我都覺得來這個工作以後頭髮掉很多 雖然那個就是你在過程中你會做很多決定 那這個決定最後到底是不是對的 那這個過程就是你是不是要花更多的心 或是你是不是要怎麼去安排每一個人之間的關係 然後像我一些朋友譬如說外包都會笑我說 我現在在做的事情好像在PM 就是該做的事情 然後我就說可是沒有我還是解決問題 就是我以前跟社群就講說我就是來抵Bug 如果抵不了Bug我就把我自己抵掉 就是如果今天發現這個產品的問題 有時候不一定是技術 有時候是人的時候 你有沒有辦法切換那個型態就說 我要把這個問題解掉 那這問題可能有很多的解法 那是不是你的解法比較好 其實我也不知道你只能嘗試過後 然後這些東西可能會成為一些經驗 那也許會做的不好 那可能這些東西都是我在這個過程中學習的 那怎麼樣子讓 就是最後還會講的是說 我們其實寫App Android App這種認知上面 它是屬於比較小的產品 通常公司都不會花太多的時間去design它的架構 跟設計它的那些流程 然後可是往往這種產品突然做起來的時候 這些問題就突然被放大很多 就是那個小泥球 原本想反正這東西請個三四萬的工程師 隨便做個view 能夠展示我們的產品就好了 就發現這東西大賣了 哇那這個產品要快點把它做好的時候 你就發現哇原來這個東西要打掉重做 那這種過程我覺得在 可能在碰不同的產品 或者說也許在工作的情況下你很容易遇到 所以我覺得 那時候我覺得好啦也是一種學習 對那如果這一次改善的經驗不好 那頂多下一次就知道 好遇到大泥球要快逃 哈哈哈哈 就是 但也很感謝就是公司的 就是我最後一樣幫公司 就是公司的大家都很 就是同事們都很 願意付出 然後把這個東西弄好 那也願意相信就是 比如說相信我有這個能力 然後可以把這東西處理 那取得信任度這件事情也是一個很難的 然後 對啊 大概是這樣 最後就是要感謝一下就是 不管是公司內啊公司外啊 那些悠遊卡公司 然後甚至硬體的廠商 然後還有一件事情很重要 就是不要怕被file 因為我發現組織裡面有很多人 他們今天不敢做改變 然後不敢做一些嘗試 其實很多原因是因為他怕 做了這件事情要負責 那 所以如果你今天要做這樣的決定的時候 你就先抱持一個 反正我做的這一段就是會被file 有種你把我file啊 不然我就把它做好 這樣的心態去做事情 你就比較不會有這麼多的擔憂 然後最後要替我們那個 就是台北 就是我是Android台北讀書會的那個 co-founder 就是我們每週三晚上會在那個 鍋子咖啡 然後開那個co-club 就是你可以帶一些城市嘛 Android的相關的問題 你都可以拿去那邊問 大家知道就幫你解 因為有時候會一起研究 那有一些人會在那邊分享一下 他最近你的發現 譬如說最近有一些人都在研究 Colin 那他們就會在那邊講說 Colin怎麼寫比較好 那是一個讀書會的行程 他每週三 那每一個月會有個月會 就是每一個月的月底吧 在禮拜六 然後我們會挑一些場地 然後就在那邊做Presentation 就是說找一些獎子來分享 然後這就是我的報告 然後大家有問題嗎 如果你在公司是一個菜鳥工程師 可是你發現公司是一個大泥球 那該怎麼辦 這是個好問題 我思考一下 因為 我覺得就是 我想一想 因為這問題真的很難 就是譬如說 其實你有很多解決的方案 那可能你可以找 向外尋找資源 譬如說 我都跟我 就是以前社群的時候 就會有一些 新人跑來 就說 我這個城市很 就是前輩留下來的 然後我才剛寫城市沒多久 那這城市我覺得很瞎 有很多問題 那個大會報告一下 目前是10樓11樓的 那個參與家 JC康福的參與同學員 我們今天有幾件事情報告 因為現在就是3點到3點半 是我們的下午茶時間 下午茶 目前是在11樓 11樓的那個 贊助廠商的攤位 那個棟房間 所以大家 10樓的 麻煩請移動到11樓參加 那另外還有就是 我們今天的那個參與的會眾 這個 這個吊牌 你們可以去參加 5樓的那個海事博物館 目前利用這個吊牌的話 可以免費進入那個 參觀海事博物館 對 那大家 海事博物館開放時間到5點 麻煩請大家 利用時間參觀一下 還有就是說 我們今天在1005教室 有最後一個議程 4點25分 在1005教室 有Lighting Talk 所以如果大家 如果想分享一些東西的話 麻煩請到 要站住廠商的牆上 去填路你們覺得有趣 或是想要分享的事情 謝謝 喂 就是 剛剛是說 就是 如果菜鳥遇到大泥球 該怎麼辦 我通常都會直接跟人講說 今天公司 如果他今天給你這樣的薪資 然後如果 又沒有其他的資深來帶你 其實你就可以放手去玩 因為 他請 就是我以前 那個說 他用這個薪資來請你 做這麼複雜的事情 你就是 他就是讓你來練經驗的 你其實也不用想太多 你就是去做 如果今天這個專案 他已經問題大到 就是他一定要找資深的進來的時候 那時候公司才會願意付那個錢 然後這個產品才會有那個 就是 就是會有 讓我來處理大泥球的過程 這樣 這是一個共生的過程 就是你因為害怕 你因為害怕 或是說你因為 你擔心被file 然後你不做改變 那 其實你在這段時間的學習 或你在這個公司待的經歷 就很可惜 就你的時間就過去了 就像 我在處理這個大泥球的時候 如果今天公司沒有給我更多資源 去處理這種事情 那我 我一個人剛在這邊 我們埋頭苦幹 我就要熬夜 三天三夜不睡覺 不是 三十天好了 那 我也不可能解決這樣的問題 那 最後把自己身體弄壞了 或者說最後殘 然後你這段時間也沒有好好 跟公司溝通 公司就覺得 奇怪你做很多事情 我都看不到成效 那你說你做很困難的事情 可是公司會覺得 你根本就沒有有效跟公司溝通 你根本沒有辦法讓公司 知道你在幹嘛 因為他也聽不懂 可是你覺得 哇我是為公司好 然後最後再憤怒 憤而離職 這樣結果也沒有比較好 所以 就是如果你是菜鳥的時候 你就必須要不斷的反應說 這段時間 你在解決的問題你不懂 所以就看公司找資深的來處理 如果這個問題太難 或者說你必須要讓公司 就知道我就是要做改變了 那你如果授權我就繼續做 那如果不授權的話 就是就不要怕費費了 就是這樣子 我覺得因為公司如果願意 如果今天這個公司 像我就是po這個主題 我有po上去後 然後給我家人看 我爸就會說 你可不可以 你不可以這樣講公司不好 如果就是 這好像有點貶義 那可是我也會覺得說 其實公司 通常如果我們是願意解決問題 然後我們就把這個問題摊開來去看 然後我們把這個問題解決 如果這個公司它是屬於 他不願意去面對問題 跟實際解決問題的公司 那你適不適合繼續待在這樣的公司 是可以值得討論的 我不知道這樣講 你可以理解 就是如果今天有公司 因為我講了 我遇到了專案的問題 然後我怎麼解決 然後接下來就不害我 那我就省去了 去奇怪地方的時間 我的想法是這樣 我的想法是這樣 希望我對你有解答 幫我們分享一下它的軟技能 OK 謝謝 謝謝 谢谢大家